县长日前接见台北农民总医院院长一行人 针对金门医疗现况做沟通 以及对金门最需要的医疗提出讨论 在后送转诊方面 其实台北农总医职是后送的民众或是救医民众的首选 我的资料是说大概有五六成以上 台湾大概会首选 所以在医院里面我们也在大厅的柜台 有一个专门服务金门乡亲的一个窗口 我们常说台北农总床位非常拥挤 但是只有两类的病人优先住院 一个是农民一个是金门县县县 北农总医院院长一行人 是在金门医院院长等人的陪同下到县府拜会 县长杨振武表示 在金医三方共管医疗体制下 北农一直协助金门医疗 是金门乡亲最信赖 以及转诊最高的医院 因为北农除了是在三方共管的架构下 一直协助金门的医疗 同时也是金门乡亲最依赖 同时转诊的比例最高的一个医院 同时也是金门乡亲在心目中最信赖的一个医院 所以针对金门医疗的现状 有一些需要他们协助的部分 我们今天也特地提出来 来跟院长做一个讨论 其中包含了在有关制度性的转诊部分 给付的部分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做法 那同时针对西半岛的医疗院所 我们也希望作为目前金门医院主要的协助者 在西半岛的医疗院所的部分 北农也能够给予协助 那同时对于我们相亲最关切 也是我上任之后 极力推动的这一个癌症术后的一个治疗中心 我们也跟院长做了充分的沟通 希望能够在北农的协助之下 顺利的来推动 我想其实医疗的议题远远不止这三项 我们还会跟北农还有卫福部 还有整个在中央主管医疗的这个部分 全面性的来讨论 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讨论 那今天趁着北农院长过来 我们把比较急迫的几项 再跟院长做一个当面的讨论 那后续我们还会有幕僚作业 就针对这一些的推动协助 还有怎么样取得一个实质的发展 我们会做很严谨的对接 在新冠疫情之下 暴露金门医疗的不足 县长表示 金门只有一家医疗院所 有它的医疗结构的风险 所以思考和规划西半岛医疗专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